怎么看都不对劲 中国掀起宠物正行歪风 无论哪种颜色 只要您相中了汤姆哥家的狗狗 汤姆哥都可以给狗狗做个手术 变成永久树立的米奇尔 所谓米奇尔 顾名思义就是把宠物耳朵 裁切成跟迪士尼米奇一样的圆弧形 很多中国网友觉得这样可爱极乐 甚至找代购到狗市挑选 我粉丝开完视频啊 粉丝也是一眼就相中了 说价格可以加一些 最终以1800块钱的价格 点名要买米奇尔幼犬 只为跟上网络风潮 却没看到背后的血淋淋过程 所谓轻微医美 是用圆弧工具固定耳朵后 在不打麻醉的情况下裁剪 残忍手段让人不敢直视 受害最惨三种狗 包括笔熊 贵宾 雪纳瑞 从伦理角度来说 这个不是一个医疗目的的手术 所以它不会给这个动物的健康 带来任何的好处 重庆某兽医院甚至推出春节前特价团购优惠 以300元人民币大约新台币1297元的价格减耳 引发社会关注 更夸张的是 有电商平台还贩售相关工具 让民众自己在家里裁剪 在做这些处置的时候是会承受额外的风险的 一个是感染的风险 一个是疼痛的风险 变身米奇尔不只要痛一次 术后20天到两个月内还得频繁调整 以劝保耳朵永远保持挺立 网上很多说的血淋淋的 对不对 其实那是盗版 像我们这种的笔枪 它是跟断尾同步的 最佳时期我认为是在三天 因为它的痛觉神经还没发育 将得理直气壮 但无论什么时候剪 目的都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畸形的审美 中国宠物残忍歪风 再度让人大开眼界 三里新闻六角余报导